硬血糖的早餐怎么做 拿起相机 这是慢性病早餐的菜单 设计的原则 优良的蛋白质 搭配新鲜的蔬菜会更好 淀粉类一种刚刚好 选择高鲜的淀粉类 还有定量的新鲜水果 来取代果汁 所以今天营养师说 来 教这一道叫做燕麦罐 再加上毛豆炒蛋 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 先放燕麦片 然后第二个我们把 无糖豆浆加上去 再来的部分我们放新鲜的水果 建议大家选择新鲜的水果 因为如果摄取果干的话 其实糖分的量会很容易超过 重点来了 因为现在是柿子的季节 像现在外面市面上 一颗柿子的话 可能都有两份至三份的水果量 所以其实这样子是一次的份量 是一份 一次只能这样子 对 大概三分之一颗 所以叫吻糖早餐 对 半个拳头 半个拳头 像这个饰饼的话 其实体积又更小了 所以更容易超过 可以用这个饰饼来取代吗 其实不建议 因为其实一盒的饰饼 可能就有六个到八个 可能大家买一盒 就会慢慢把它吃完 所以有时候是不只吃一个 一下子全部吃完就超亮了 你这个燕麦罐真的很棒 燕麦罐的做法 你刚刚已经讲了 所以这样完成了 对 我们接下来就是把水果的部分 放上去 看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你就自己渐渐地把它放上去 对 那可以请教一下你这一盒呢 这一盒跟它的差异性是什么 对 那我们做完成的成品 就会像这样子 它是成品 对 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成品 没错 那你手上拿的是你可以加工 就是再加一点水果上去 对 在家都可以放自己想要吃的水果 好棒 另外一个是毛豆炒蛋 毛豆炒蛋的部分呢 其实是特别把植物性蛋白质 也摄取进去 那其实这样子鸡蛋加上毛豆 50克的量是两份的蛋白质 那建议大家早上的蛋白质 可以吃到这样子的量 它很简单 煮一锅水沸腾 放毛豆烫熟备用 鸡蛋打匀 平底锅加热 倒入橄榄油 放入鸡蛋液 跟毛豆炒熟即可 今天这个鸡蛋是一粒 其实刚好是一份蛋白质 那我们毛豆的部分是50克 也是一份蛋白质的量 那这样其实我们动物性蛋白质 跟植物性蛋白质 都可以摄取到 那这一道又是什么呢 这一道的部分是我们的 酪梨 虾仁 沙拉 那其实因为早餐是 比较少吃到青菜的一餐 所以其实如果想要吃青菜的话 可以设计以沙拉的方式 把自己想要吃的青菜都放进去 那酱料的部分 我们在家也可以很简单 做这个油醋酱 那今天这个酱料是 感染油5克 巴萨米克3克的方式 做调整的 就把它淋上去就可以了吗 很简单的吃 来 这一道介绍 这个是我们的蔬菜蛋 那一样因为早餐纤维质比较少 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 喜欢吃的蔬菜都包进去 那另外蛋白质的部分 我们准备蛋跟肉排在里面 那蛋白质的份量 可以再以这个无糖豆浆下去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